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密苏里轴福格森镇用枪射杀 有目击者表示当时布朗已经是高举双手 没有持任何武器 昨晚的游行大约有80人 有游行人士在开始游行的时候 就同时呼吁加骂一案 他们从联合广场走到时报广场 他们行走到42街 在九大道被警方阻止 警方表示游行人士有不守规矩的人士 结果逮捕了5人 总统奥巴马要求司法部和联邦密探调查布朗一案 今天在东哈林区一间医疗保险保护中心的院士 发起了罢工活动 那这次罢工是针对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护士们说他们担心非法行为和不安全的人员配置水平 他们说限时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是1比28 其一名护士同时要照顾28名病人 组织本次罢工的是纽约州护士协会 表示当局不愿意做出调整 不过当局又表示他们准备好对话 医疗中心发言人表示 希望可以和护士在桌上进行谈判 抛开政治因素 护士表示他们正在协商一张新的工会合约 他们上一张合约是在2013年12月31号的时候到期 法拉盛偷窃案件频传 前州众议员杨爱伦近日遭人偷窃单车零件 并在近期之内已经是多次遭遇偷窃事件 15号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 要求警方要加强警力 及民众要守望相助 法拉盛地区近来频传窃窃盗事件 前纽约州众议员杨爱伦日前在居住的法拉盛百利大厦门口外 放置单车却遭到歹徒破坏车座及车胎 杨爱伦十五号会同法拉盛社区守望护助队队队长朱立创联合举行记者会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并要求警方要加强警力 这是这两个月以来碰到第二次了 所以我说忍无可忍了嘛 而且我碰到的脚踏车骑士 他们很多人都有被偷的经验 大家都很愤怒 我这次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朱会长做一个记录 我们要用这个点来提醒警方在哪里加强巡逻 朱立创表示法拉盛妾导案件每天都发生多起 如果光靠警方维持治安无法有效遏止 还需要民众相互合作守望相助 这么几地方都不安全 更不要说偏僻的地方 所以民众首先要学习怎么保护自己 进而多守望相助帮助其他人 杨爱伦表示 为了查出破坏及偷窃单车零件的嫌犯 目前已经向公务委员会要求查看录影带 找出嫌犯后要报警处理 朱立创表示 该护主队目前在社区免费发放安全须知 欢迎民众前往该会索取 询问电话为718-358-6413 华语电视机人这天纽约参访报道 第33届纽约夏冬城舞蹈节 将在周日也就是17号下午在马哈顿炮台公园举行 本届舞蹈节将汇聚200多个舞蹈团队前来表演 从17号到21号五天 每天傍晚6点和7点表演两场 每年在炮台公园举行的夏城舞蹈节 汇集全美最前卫的舞蹈家舞团演出 今年演出舞团风格多元 除了有现代舞团 芭蕾舞团 伊迪安人舞团之外 还有巴西舞 在6点和7点两场表演之后 民众与舞者将一起参与互动舞蹈 喜欢看舞蹈表演或者跳舞的民众 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本届舞蹈节从17号到21号总共五天 每天6点7点两个表演 今年有超过2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团体前来表演 夏冬城舞蹈节是纽约历史最悠久的舞蹈节 免费向游人开放 对舞蹈感兴趣的民众 可以在这几天前去参与 华为电视记者赵璐 纽约报道